党團提議 照案通過 表決勝出 國民黨團拍手叫好 電葉法修正案以58比51 禁負二讀 就在藍白攜手 與民進黨PK之際 沒想到卻來了個意外驚喜 贊成59人 反對50人 國民黨提案的地方名代 與村里長補助案 怎麼贊成多了一人 難道是民進黨有人倒閣了嗎 感謝養藥委員 報告委員會 陳情自己沒注意 不小心投錯 但每一票藍綠黨團都緊盯 因為沒了民眾黨支持 國民黨扣掉政府院長 只有51票 險勝民進黨的50票 就怕遇到這樣情況 剛剛還在的立委突然消失 讓藍綠最終以51比51 平手重投 總召助理還在外籍 Call out找人 也不忘啟動 B計畫 基本上因為黨團 他們也有假動 雖然我不在假動之列 但是 但你還是會到 以背不實之取 就算在見外兵聽到林響也要備戰 就怕一個不小心被民進黨突襲 國民黨也怕突槌被綠營挑毛病 黨團特地製作兩套戰斧 不讓議事人員認錯 也好辨別自己人 有這個統一假動 或者說有一些比較特殊場合 需要大家一起穿制服 象徵我們團結一起 一起往上往前的決心 設計有燙印名字的白色長袖外套 和有搖身設計的短袖藍色背心 LOGO的K意味人為本向上發展 還出一款黨團徽章 掛出立法委員的一個徽章 那也可以在左邊 就是有我們的國民黨黨團的一個LOGO 他就會詢問這個是什麼 那我們就會特別講的是 這是我們國民黨黨團 朝野對決升溫換清戰服 提升黨團整體辨識度 TVBS新聞許家瑞 李宗哲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